您請問老師就是有關的水中禪 常常有雜草很多 用這個草白翁來殺草 但是禪草到底是要有水還是沒水比較適當 這個獨草這如果是用過之後 是可以馬上來灌水 還是要聽好幾天才能來灌水 包括用這個草白翁獨草之後 多久才能死胃 這種這是我們的所謂 這是一個商品名 就是說我們用一個草藝藍裡面 我沒有記錯 這個東西應該是一個 西安類的一種 專門在沾對一些這些沙草科 譬如說這些沙角蔥 還是有的叫水桃香 水桃香一種的 这种东西应该是本达龙的这个油 应该多的一个荣耀 这通常在这个水产里面 我们有这种荣耀 大概是这样 应该是这种荣耀 通常就是说本达龙 本达龙这个东西我们在用的时候 它是通常我们是不太小 尽量是不要去用 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一个 他差不多是三五片荣耀 就是说那荣耀有款 三五片荣耀不要太大荣 所以你不能像我们其他的荣耀 并说像这些荣耀在用 会做回来用 所以一般来说 这种荣耀的荣耀 我们就是说他在那里 他通常都是在 一点点的地方 再稍微慢一点点 这种荣耀的荣耀 这荣耀是最主要 最主要是这种荣耀 所以在荣耀的时候 大概就是来荣耀 另外我们在用就是说 他差不多在早上应该就差不多三四周 三四周那时候我们在用 如果是万当可能两周过就能用了 因为我们水中比较高 所以他要有水 因为水呢 你现在用到 用到后你才放 水开掉 不是把水开掉 不是开掉 你让他去 就让他吃水一点点 就是说 每天都超過半寸一寸水 一定要有一個薄水 薄水在那個地方 有一個薄水之後 現在讓它用下去 然後讓它煲 讓它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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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通常就是 這個水煲出來之後 過三五間過年 我們比較來用 比較來用這些東西 但是就是說 盡量我們在操作這些 就是 在我個人的一個境界 我都會讓它 對它煲出來 煲出來 有人說要煲出來 我是覺得煲出來 你給它煲出來 煲出來的時候 老闆慢慢給它煲 讓它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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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更加來用這些東西 就是說你要下肥 要做什麼 一定要煲到它 有辦法掉下肥 不然它會掉下肥 也不可能一塊下去 所以 大概在操作的時候 是這種情況 所以 你說在橫林十多 你要來用這些東西 本打龍來撕掃 這要有一點水 這 差不多保持有一點 1-2公分 千水 這和我們在煲 我們用這個 這個 定基拉槽 這類的 它是對 新北的那些 新北的那些特別有一個 特別有一個殺傷力 所以它通常要水會更高 這個本打龍 它是根部吸收 它這個根部吸收 它這種是一個 比較熟一種 所謂接觸性 它是根部吸收 它接觸到它 或是有什麼事 但是它已經保持有辦法吸收 吸收之後 它會向上移行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說 它有一個清水 讓它吃水 吃水之後 你把它放到它 放到它 它是不是 草的開始要打到 要打到它 因為它的金部 會去吃到這些油 因為它的堆水 它會吸收 它現在吸收 的時候 油下向上移行 去干擾到它的光合作用 這個草的會死 這樣 這有的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是說這殺草 用下去之後 要灌水 要灌水 要灌水就是說 你要讓它搭一下 不要說水灌 所以說 我們保持一兩 如果要灌水 就要灌水 灌水有些水灌漆 你炒油它把它營水 營水之後 放到它 它炒油它吃去 吃去到它 就要比較乾掉 一定要讓這個操作 有一種大麻煩 但是也還好 我們稍微讓它 稍微讓它 比較乾爽 這樣就好了 在那邊 一點點 它的油 吸收過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都會在那裡 但熱人這不一定 每一區 你說幾天過 還可以喝水 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說 這個我們在營養的時候 營養的時候就是讓它 反正你就是要讓它有水刷開 然後讓它有辦法吸收進去 所以要保持一個水分 那不是把水關掉 例如說我們用這個電器來炒 我們是關掉水 可以關掉一段時間 那是更好 對吧 所以在萬當有的人要用超霸王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萬當 萬當的運動很高 有時候我們不會關掉水 消化關掉水 它會有太燙 那些材料不夠關掉 所以我們沒有三天關掉水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要怎麼處理 那時候我們 因為關掉水 你如果像這種電器來炒 你沒有關掉水 炒油的水的效果就不太好 你要用本打龍 你就要知道這個原則 所以說幾天過天的 讓人來炒水 讓他稍微打一個 稍微打臉 這樣就可以了 這看的情形 就是說 因為這是金布吸收 讓他拿到一點點打傷 因為草 這些得手雖然是水田雜草 但是 一般來說 我們很多難對付的草 都是 他也是要有一點點打膽 變化 我們讓他比較乾淨 他接到 接到 他來的光合作用 死的地方 就比較快 死的地方 就比較近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應用的一個 當中 你說 都要多久 才可以 來幫他補肥 一般來說 就是 其實 不用特別去把他 強調多久 按我們的 這個 節奏 按我們的 這個節奏 我們其實來 用 這是一個 可以來 用的 這個地方 所以 這通常 在 我們 在瀏肥 這差不多 正常來說 一般是差不多 用完之後 最好是差不多 5天的間隔 所以 這通常 是比較好 水田雜草 這種東西 是沒有敏感性 所以 水田雜草 我們會去用 所以在水田雜草 尤其是比較初期 我們不會去用 初期 你不能去用這種東西 因為 就是 什麼時候 去用這個 本打龍 差不多到 中期 分裂 差不多到 時間 在水田雜草 那時候 草草 草草 草草草草 我們就用這個東西 來 處理一下 所以 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來做一個 了解 我們處理一下 方式 這是我們 用藥 這有時候是一個 用藥的 一種 注意的 屬行 這其實是你 稍微去問 這些東西 包括我們 很多 比較有一點點水準的 農藥店 他如果在賣這些東西 他對這個 因為這支藥 比較好消 所以 通常 他有一個 通常是比較貴 大概是 要去注意的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的應用 他通常會跟你說 他這個 為什麼要有一點點水 為什麼要有一點點水 因為他這種草草 要讓 效果吸收 但是他最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他有辦法為進步來吸收 去 對對 吃水的時候 他就有辦法吃起來 所以這盡量 如果是可以 配合這個 一點點水 它的效果 也很好 當然你看到 有時候在 土豆河 翻賣 這些東西 也有在營 因為它噴效面 效面也有辦法吸收 但是在我們水中產 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會更方便 所以這營發 你稍要知道這個 就好了 第一次上是 這種情形 在管理上 我記得避免你得看看 嗯